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这些物资的使用情况如何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厂中抽斯波简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战火纷飞 饱经沧桑的阿富汗如今又突遭天灾 10月7日阿富汗西北部发生6.2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 然而震中地区通信受阻 实际伤亡人数迟迟未有反馈 情况到底如何 新华社喀布尔分社报道团队 连夜驱车22小时到达震中采访 为我们揭开了这几天的所见所闻 新华社记者首先来到赫拉特省首都 赫拉特市的一家公立医院 探访因地震受伤的患者 院方起初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 但听说来的是新华社的记者 只希望做好报道 让更多人关注到阿富汗受灾人民 从而给予更多援助时 院方才最终同意了 在医院进行拍摄 来之前记者便做好了心理准备 可能会面对非常血腥的画面 可与设想中的情况不同 医院内部的秩序还算稳定 轻伤者在门诊有序排队 重伤者由担架送入急救室 楼道里不时传来痛苦的身影 医院还为妇女额外搭建临时帐篷 绝大多数妇女儿童和部分年迈男性伤员 待在帐篷内接受治疗 贴心的医护人员还为墙堡中的婴儿们 提供牛奶补充营养 10月10日 新华社记者前往位于地震重灾区 赫拉特省金达专区的奈普拉菲村 地震造成奈普拉菲村全村300栋房屋悉数垮塌 800余名村民丧生 原旧的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 现场满地腿圆拜瓦一片狼藉 还伴随着强风不断尘土飞扬 一说话 嘴里便都是从地震废墟上吹起的沙土 在废墟中间行走也十分困难 尽管如此 救援人员和当地村民仍没有放弃希望 一台挖掘机 起尸把铁锹数百双手 一道道人墙处立在废墟上 空气中满是飞扬的尘土 救援人员和村民各个灰头土脸 声音嘶哑 双眼布满血丝 手磨出了一个个血泡 当新华社记者亮出话筒 看到中国媒体的标志时 许多村民都主动靠拢过来 表示愿意接受采访 他们告诉记者 在当地重建一座土坯房 需要至少两个月时间 面对即将到来的寒冬 灾民们忧心忡忡 时至今日 他们仍住在帐篷里 即使失去亲人 即使还没有从 三天前的噩梦中走出来 他们仍愿意 述说自己最苦痛的遭遇 希望让世界听到他们的声音 阿富汗人民经历了 四十多年的战乱与动荡 如今又饱受天灾璀残 再加上美国对阿富汗的制裁 已是苦不堪言 他们渴望关注 他们需要关注 在外媒不断将批评 阿政府作为地震报道核心内容时 中国记者选择将镜头对准 镇后房屋重建面临的困境 援助到达镇区时效的问题 这正是中国视角和媒体应有的人文关怀 直播在海外社交媒体发出后 得到国外受众的广泛关注和共情 网友们纷纷留言 对遇难者表示哀悼 不要太担心 中国一定会帮助你们 参与救援 现在中国人正准备来了 请不要太悲伤 15日清晨 阿富汗西北部赫拉特国际机场 两架中国空军运20运输机徐徐降落 首批中国援阿抗震救灾人道主义物资 运抵阿富汗 机场工作人员展开横幅 上面用中文和当地语言写着 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地震救灾 援助物资 在场媒体的长枪短炮快门声此起彼伏 记录下这个难忘的时刻 根据阿方需求 中方计划向阿方提供帐篷 折叠床 厚毛毯 棉被等救援物资 首批运抵的救灾物资 就包括受灾民众最急需的帐篷和折叠床 10月24日 中国政府援助阿富汗第二批抗震救灾人道主义物资 通过公路铁路连运方式 从新疆伊尔克什坦口岸起运 主要包括当地急需的帐篷等 在受地震影响最严重的阿富汗赫拉特省 金达詹渠 一顶顶中国圆柱的蓝色帐篷 搭建在废墟旁的空地上 67岁的谢林和孙子 孙女被安置在其中一间帐篷里 帐篷内堆放着毛毯 被褥和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 跟大多数村民一样 谢林家的土坯房在强镇中被夷为平地 她和家人不得不在户外露宿多天 她说多亏了这些及时运抵的中国帐篷 他们才有了一个避风遮雨的庇护所 当地灾民谢林迪勒说 非常感谢中国给我们提供的援助 中国援助的帐篷质量非常好 我们待在里面很舒适 现在天很冷了 幸亏有这些帐篷帮我们阻挡了雨 沙尘暴和雪真是太好了 当地灾民沙阿古拉姆说 如果没有中国援助的帐篷 可能会有更多的伤亡 除了帐篷 折叠床 毛毯 棉被 冲锋衣等物品 目前已陆续发放到灾民手中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10月15日11时36分 在阿富汗发生6.4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千米 近期阿富汗连续发生强烈地震 10月15日发生的6.4级地震 是自10月7日以来发生的第4个6级以上地震 也是震级最强的一次 根据此前媒体报道 截至11日 地震已造成4000余人伤亡 随着15日地震的发生 伤亡人数肯定还会进一步上升 事实上 2022年6月22日 阿富汗也曾发生过一次6.2级地震 震源深度30千米 当时地震及其引发的山体滑坡造成了1500人死亡 2000多人受伤 时隔一年 阿富汗再次连续发生多次中强地震 且震源更浅 伤亡情况相较一年前更为惨重 那么为何阿富汗地震频发 而且总是带来巨大灾难呢 首先阿富汗是公认的多震国家 从地理位置和地质构造背景来看 阿富汗位于欧亚板块和印度板块交界处 由于受到板块间的相互挤压碰撞作用 地壳运动活跃 地震强度大 频度高 其次是震源深度 震源深度是指震源到地面的垂直距离 距离在60千米以内的为浅源地震 因为地震波在传播过程中会逐渐产生衰减 所以对于同一个地震来说 震源越浅 能量衰减越小 地表破坏程度也就越大 破坏性地震一般都是浅源地震 像1976年唐山7.8级地震 震源深度为12千米 2008年汶川8.0级地震 震源深度为14千米 都是浅源地震 根据近期阿富汗几次地震的地震消息 震源深度都在10千米左右 所以虽然震级并不算特别高 也能造成很大的破坏 第三是人口原因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资料 此次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 有4座大中城市 最近为赫拉特 距震中约46公里 赫拉特为赫拉特省省会 是阿富汗西部的历史名城和经济中心 交通要道 全国第三大城市 也是全国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之一 密集的人口也使近期地震的伤亡情况愈加严重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阿富汗的房屋建筑几乎不具备抗震能力 由于常年战乱 阿富汗本国经济条件非常差 基础设施匮乏 全国整体房屋抗震能力低下 我们从镇区的新闻图片中也可以看到 当地房屋多以土批房为主 材料就是黄泥土砖或者石头 房屋看着墙壁很厚 其实没有任何抗震效果 一旦发生地震 很容易直接产生垮塌 不但能够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 也给救援被困人员带来了更多的困难 而此次阿富汗连续发生中强地震 多次地震能量的叠加 更是让本就岌岌可危的建筑不堪重负 震中很多地区几乎被夷为平地 结合上面几个原因 大家就可以知道 地震灾害的产生究其原因 除了地震本身大小外 与镇区当地地质构造背景 震源深度 人口分布 经济发展水平 和建筑物抗震能力等 很多因素密不可分 此次地震给阿富汗造成了巨大的灾害损害 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同情 我们也衷心祝愿阿富汗人民 能够团结努力 尽快战胜困难 重建家园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